我想分家,想让您帮忙做个见证。 你想好了吗?按照你们宋家这样的情况,父母健在,家中兄弟有多。分家,你是得不到什么的? 我想清楚了,我家陈起儿这个样子,我要是不分家,今天这种事情还会有。我怕我那天真的就没了这个女儿了。 她天生就是这样,这不能怪她。要怪,就怪我和她娘没把她生好。 宋和有些被她爹的话吓到了,但是很快她就兴奋了起来。分家之后,爷爷奶奶也再也做不了他们的主,他们可以过自己的生活,爷爷奶奶再也不能打妹妹的主意了。 宋王氏微微垂着的眼里,有着激动的光芒。 别怕,我跟你们走一趟。 宋臣没想到,宋大山想分家,竟然是为了他。 不得不说,原主是幸运的,他有一对好父母。 几人来到宋寨的时候,宋家大门紧闭,仿佛外出未归的宋大山几人并不属于这里一般。 宋大山紧咬着牙帮子,上前拍门。 害时的山村,拍门声显得甚是突兀。 宋家院内的人几乎都被惊醒了,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开门。 宋大山的心寒更甚。 又过了会儿,有人开门出来。 拍什么拍? 大晚上的吵死人? 我还以为你们死在外面了。 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从院子里面传。 院门被打开的时候,露出宋老太宋周氏的那张尖酸的老脸。 宋陈心中冷气弥漫。 我说老三,这大晚上的你这么拍门,还让不让人睡觉了? 忽然,他的目光看到宋陈和一旁的李正、林茂峰。 脸色顿时大变。 宋陈适时地醒了过来,懵懵懂懂地看向宋周时,整个人便开始瑟瑟发抖。 宋大山能够清楚感受到背上的变化。 不由得收紧了手臂。 陈姐儿,爹在,不怕。 老三媳妇,你也不看好陈姐儿,又让她乱跑。 这么晚了还劳烦李正跑一趟了。 你说你一天天的有什么用? 当年我是怎么同意让你进了门的? 宋周氏把矛头指向儿媳妇儿,尖酸刻薄的话像是刀子一样,搁在宋王氏的心上,暗暗揪紧自己的衣角。 真是对不住,你看都这么晚了,我老太婆就不送了。 宋周氏才不理会他难受不难受,又笑咪咪地转向李正。 娘,交铁起来吧,李正是我找来帮忙分家的。 什么?分家? 宋周氏的三角眼瞪的老大,你这个天杀的,你到底在说什么? 你这是在咒我和你爹去死啊,我怎么就生出你这样的畜生来了? 是不是你这个贱人窜夺着老三要分家的? 当时你嫁过来,老娘就觉得你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果不其然,胜处一个傻子不算,还要窜夺着我儿子分家,这么多年白吃白喝我的,想要分家,我告诉你们,没门!